钱导论股,大家好,我是钱导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20号,星期三 我们这个国庆节以后的A股市场 非常的热闹,板块轮动是加速 但是呢,各领风骚,就那么三两天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走势呢? 实际上呢,我看都是在等待预期的落地啊 什么预期呢?政策预期啊 货币政策是不是能够更加宽松一些啊 二次降准呢,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啊 美联储缩减债务规模,又会不会失垂呢? 等等吧 总之呢,市场啊,始终是不温不火 成交量呢,确实呢,也逐步的有所放大 热点频出,不管是消费、金融、新能源 还是军工半导体工业母机 或者是一种资源类顺周期板块吧 都是频频登台亮相 尤其是煤炭类资源股呢 臃准非常的多 在通胀与其升温的大背景之下 在资源类期货屡创新高的助力之下 煤炭板块是非常的坚定 即便是在九月中旬以后有一波调整 也是阻挡不了多头非常强烈的表现的欲望 结果呢,煤炭板块今天是率先等来了政策落地 发改委重磅出手 对煤炭已经涨到相当不正常的价格 实施了干预作施 期货市场动力煤、焦煤、焦炭都是硬生落马 结束了长达两个月的单边爆拉行情 而股票市场呢 今天一众煤炭的龙头企业也是纷纷的跌停 煤炒风了 今天都消停了 所以投资市场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 恶炒一时爽,终有回归时 不信邪的高位接盘者到最后可能就会空流两行类了 这个就是现实 就是当前市场对于估值过高品种的最典型的反馈 咱们回到A股市场 我们看一看 还有谁 还有谁正在被资本短期恶炒 有一只股票叫令德时代 说时代话真的是一只好销 前套也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令德时代的高成长性 更不认为现在令德时代已经接近600块钱这样一个价格 是不是估值过高了 甚至认为未来令王就算是涨到1000 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的正常 只不过这个时间跨度恐怕应该用连来计算 而不应该在短期内被一炒再炒 用未来几年的估值来作为现在报潮的理由 说时代话有点太牵强了 当前的市场对令王再次创造历史高位是一片欢呼 鼓噪叫好 但是在这个时候 请大家不要忘记了 现在流动性是偏紧的 而美联储加息预期又是一步一趋即将到来 对于高估值成长股 那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 一旦消息面有什么重大的利空出现 那A股第一个要杀的就是高估值 那到那个时候令德时代因为有业绩的支撑 我想即便调整可能也是有机会债赞雄风的 但是那些跟令王共武的令概念股票呢 现在呢是消息增空期 这些令概念们也是抓住了机会水涨船高 风光无限 但是今天没超风呢倒下 那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另概念 我想市场呢会给出我们答案 其实谁都希望投资股票能够赚钱 但是我想请大家记住啊 赚到钱的那都是顺着趋势走的人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明天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